疼痛的時候的動作 是是 那至於後續的一些後遺症的話 那或許還是會影響到他的語言 跟他的肢體的活動的這部分 那失憶的部分這個 可能多少都還是會有 因為他就是等同是一個 比較嚴重的腦震盪的狀況 那還有合併腦出血 所以其實 狀況其實混合的狀況其實還蠻多的 加上病人本身也是年紀比較大 所以他後續到底能夠恢復到什麼樣的程度 其實 還很難說 但是 我知道大家都很關心他的狀況 但是因為他本身81歲 所以我們在醫療上面的一些進展 可能都會稍微放緩腳步 因為有時候他可能沒辦法 跟年輕人一樣 對 恢復得這麼快 請問他的頭骨碎裂 是集中在你哪個部位 剛好集中在耳朵上方的這一塊骨頭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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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